开局6分钟 灵干13 我方圆哥还掉线 看到这样的战绩 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投降吧 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根本没有打下去的心情了 但有两个队友不肯放弃 特别是孙悟空 他说好好打能赢 既然投降不了 那也只能好好打了 首先就是 把经济发育起来 野区的小怪能打就打 只要减少被人抓的次数就好 可这时 队友的心态都快崩了 比赛到了10分钟左右 比分2比21 差距十分明显 但好在猴哥还没放弃 黄中的经济也慢慢起来了 比赛到了11分50秒的时候 黄中终于拿到了首杀 终结了对方李白连续的超神 而似乎局势也从此刻开始逆转 14分06秒的时候 黄中开大招 两发炮弹就收割了鱼姬 不得不说现在的黄中 后期伤害好高啊 对方的连波 还不依不饶地追着黄中 结果也只是给黄中 多送一个人头而已 随后是越打越勇 加上黄中大招可以有一段位移距离 这让黄中开大招的时候 可操作性变多了 经过一番激斗 实现了逆风翻盘 说实话 这局能赢 是真没想到的 虽然这局赢了 但最后还是举报了掉线的袁哥 对方一下被扣了8分 虽然不知道袁哥什么情况 但掉线一整局 才扣8分 总觉得处罚有点轻 对方说实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